哈利利亚 愿主耶稣的恩惠平安 时常与我们各位亲爱的长辈 还有弟兄姐妹们同在 今天晚上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的题目是 主耶稣胜过试探 主耶稣来到世上 为了我们的罪成就了救恩在十字架上 当祂来到世上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 就是把神显现给我们看 让我们来认识神 更加认识神 要我们在世上怎么过活 所以主耶稣来到世上 是给我们做榜样 要我们学习祂 要我们效法祂 这样子来走天国的道路 那我们今天要从马太福音的第四章来学习 这里记载了撒旦来试探主耶稣 今天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 也一定会遇到撒旦的试探 所以我们要来学习主耶稣 他如何胜过这些试探 我们请看马太福音的第四章 四章的第一节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 受魔鬼的试探 第二节 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 第三 now when the tempter came to him he said if you are the son of God command that these stones become bread 第四节 耶稣却回答说 经上记者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第五节 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 叫他站在殿顶上 第六节 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跳下去 因为经上记者说 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 用手拖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第七节 耶稣对他说 经上又记者说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第八节 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 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 都指给他看 第九节 对他说 你若腐败我 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第十节 耶稣说 撒旦 退去吧 因为经上记者说 当败主你的神 担要侍奉他 第十一节 于是魔鬼离了耶稣 有天使来伺候他 所以马太福音的第四章 从一节到第十一节 我们刚刚读过的这一部分 就是记载着 撒旦在试探耶稣的过程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说 从第一节 耶稣被圣灵 引到旷野 受魔鬼的试探 代表说这个试探 虽然是魔鬼在试探耶稣 但是却是神允许的 那撒旦的试探 他的目的在哪里呢 第十节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说撒旦退去 撒旦就是抵挡的意思 乃是魔鬼的别名 抵挡就是说 要抵挡人 比如说在今天 有撒旦要抵挡我们 进入神的国 抵挡我们继续走 神国的道路 魔鬼的结局 就是在火湖当中灭亡 所以他看到神的选民 在救恩里面 能够进入到永生 免去这个火湖的行 他非常的不甘心 他要试探人 他要让人跌倒 他要抵挡人 走这天国的道路 但是在这边告诉我们说 其实这是神知道 有魔鬼的这样子攻击 但是他允许这样子发生 意思不是要我们跌倒 乃是要我们胜过这些试探 就好像主耶稣在这边 向我们所做的模范 既然是神允许的 他绝对不会给我们试探 超过我们所能够承受的 对不对 你的老师如果给你一个考试 小学一年级的 他就给你小学一年级的考卷 对不对 一定是你有学过的 一定是你可以达得出来的 他不会给你一个高中的考卷 那你根本都不会学过 你根本没有办法 没有机会 但是如果是魔鬼 他自己主张 他一定要越难越好 巴不得你赶快倒下来 但是既然有神的 就是在神的意识当中 他愿意让魔鬼来试探 但是不能够 绝对不会试探 超过你所能够承担的 好那主耶稣在这边 禁食四十周夜 应该是禁食祷告 在亲近神 后来他就饿了 他饿跟我们一样 没有吃东西 一定会饿 所以这个饿的感觉 你能够理解 结果这个试探人的第三解说 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吩咐这些石头 变成食物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吩咐这些石头 变成食物 主耶稣 有没有能力 把这个石头 变成食物 主耶稣 他一定有这个能力 可以把石头 变成食物 你看主耶稣 所做的行的神迹 就知道 比如说主耶稣 所行的第一个神迹 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二章 约翰福音的第二章 这里讲到的 主耶稣被邀请去参加 一个取亲的言席 他跟他的门徒都去了 但是在这个言席当中 酒居然用尽了 他的母亲玛利亚就来 请主耶稣看可以做什么 那主耶稣居然让这些 他说有石缸 把石缸充满了水 然后摇去给管缘洗的 结果这个佣人一摇去 水居然成了酒 短缘洗的 他用到这个 喝到 尝到这个酒 他觉得很奇怪 在第十节他跟新郎说 人都是摆上 先摆好酒 等客喝足了 再摆上吃的 你倒把好酒 留到如今 所以主耶稣变得不只是酒 还是好酒 那魔鬼叫主耶稣 把石头变成食物 主耶稣他不愿意 他一定有这个能力 因为他可以让水变成酒 他可以让石头变成食物 但是他不愿意 如果主耶稣不愿意 让石头变成食物 为什么这里 他要让水变成酒呢 哪一个比较 怎么讲 哪一个比较合理 其实如果我们看这两边 它的差别在哪里 在马太福音 魔鬼要主耶稣把石头变成食物 最主要是要满足主耶稣 他肉体的需要 因为他肚子饿了 但是在约翰福音 但是在约翰福音 主耶稣把水变成酒 难道是因为他想要喝酒吗 应该不是 我们看主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之后 门徒他们的反应 我们就知道 为什么他要行这个神迹 约翰福音二章的第十一节 这是耶稣所行的 头一件神迹 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 显出他的荣耀来 他的门徒就信他了 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主耶稣让水变成酒 不是因为主耶稣他口渴了 他想要喝酒 所以他把水变成酒 而是要显出他的荣耀 显出神的荣耀来 在他的身上 让他的门徒 因为见到这个神迹 来相信他 所以虽然神迹本身 或者是说这个 动作本身非常的类似 石头变成饼 或者是水变成酒 但是不一样的是 他的原因不一样 主耶稣来到世上 他带着神的能力来 但是他的目的 不是要用这些能力 用神的能力 或者他的目的 他的重心 不是要满足自己肉体的需要 而是要成就神的荣耀 所以我们看回来 马太福音的第四章 四章的第四节 主耶稣怎么回答他 经上记者说 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 口里所出的 一切话 今天人 在世上 需要食物 尤其是在他肚子饿的时候 食物会看起来 更加的好吃 更加的宝贵 但是人会不会 因为食物 而忘了神呢 有时候人 真的会因为这样子 因为食物 而忘了神 我们看 腓立比书的第三章 腓立比书的第三章 第三章的 第十八节 Philippians 3 因为有许多人 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 我屡次告诉你们 现在又流泪告诉你们 十九节 他们的结局 就是沉沦 他们的神 就是自己的度父 他们以自己的羞辱 为荣耀 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在十八节的地方 保罗说到 许多人 行事 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 为什么这些人 要跟持耶稣的十字架 要跟神来作对呢 不是早上起来 他们就说 我今天一定要跟神作对 没有人会这样子想的 他们甚至有些人 他们甚至自称是基督徒 是跟随耶稣的 但是他们的行事为人 做出来的样子 却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 保罗告诉我们原因在哪里 因为他们的神 就是自己的度父 如果一个人 他最一直是想要 满足自己身体的需要 什么会让我比较舒服一点 什么会让我快乐一点 吃是一个非常 非常基本的需要 从吃好吃的 可以让人得到很多的快乐 所以有些人就常常在想 我要去哪里吃好吃的 我要去哪里玩好玩的 如果有些人就常常在想 如果有什么事情会让他们难过 有什么事情会让他们委屈 他们一定不去做 因为他们的目标 就是要让自己快乐 要让自己的度父满足 但是他这样子的目标 走走走的时候 有时候 很多时候 就忽略了 更重要的 他装顾自己的事情 不顾神的事情 装顾自己的意思 不顾神的意思 所以魔鬼在这边 主耶稣饿的时候 他就来告诉他 你饿了吗 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饼啊 那你马上就不用饿了 马上就不用饿了 你不用等 马上就不用饿了 不用再忍耐了 但主耶稣告诉他 人活着不是当好食物 食物重要 但是不是最重要 那也是要靠神 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这一段话是在生命记载的 这是以色列人走埃及 不是出埃及后 在旷野走四十年后的一个结论 他们活着真的不是靠 单单靠食物 是靠神口里出的一切话 因为是靠神 每天赏赐麻纳给他们吃 其实每天的日用饮食都是神赐予的 不要只看到这个食物 没有看到赐给食物的神 忘记了神 那另外一个方面来讲 不要只注重肉体的生命 更是要注重属灵的生命 如果一个人杜富是他的神 肉体的生命是他最重要的 那他不愿意受一点苦 更不会愿意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 来跟随主耶稣 他愿意与基督同行 他愿意与基督同行 有极多的人与基督同行 但是那真正跟随耶稣 可以跟到底的是那些 背起十字架的人 所以就算耶稣饿了 第一个 他不愿意把石头变成食物 因为他来是要做神的功 而不是要满足自己肉体的需要 好 第四章 我们看回来马太福音的第四章 四章的第五节 魔鬼带他进了圣城 叫他站在顶上 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跳下去 因为经上记者说 主要吩咐他的使者 用手拖着你 免得你的脚 碰在石头上 主耶稣被带到殿顶上 好 魔鬼给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跳下去 证明给我看 你就是神的儿子 而且他还用了圣经 魔鬼也是知道 圣经里面写什么 对不对 他说 主要吩咐他的使者 用手拖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那是魔鬼第二个伎俩 用神的话 但是不是讲得很正确 从起初 魔鬼就是这样子了 你记得那时候神 跟亚当夏娃说 吃的日子 那是圆中分别 上那树上的果子 吃的日子必定死 神说你们必定死 神说你们必定死 吃的日子必定死 他就加了一个字 神说必定死 他说不一定死 他没有说你一定不死 他说你不一定死 差一个字就差很多了 可能不会死 他加了一句 他加了一句 这就是魔鬼的伎俩 他知道神讲什么话 但是他把他改了 为了要欺骗人 走上错误的道路 所以魔鬼说 经上记者说 我们看这个经是记载在哪里 在第十篇的九十一篇 诗篇九十一篇的第十一节 十一节 因为他要吩咐他的使者 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 十一二节 他要用手托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十一十二节 这两节就是 在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 试探他的魔鬼 跟他讲的 他说你看 神说你的脚 不会碰到石头上 他少了哪一句 他要吩咐他的使者 对不对 然后怎么样 用手托着你 我的圣经这边中间 他特别留了一个很大的空白 但是我们看这里 我们就知道了 他在哪里 插扫了这句 一切 你行的一切道路上 在你行的道路上保护你 不是你从爬到屋顶上 跳下来保护你 所以主耶稣 就是改变了神的意思 但是主耶稣还是用圣经的话 回答他 四章的第七节 耶稣对他说 经上记者说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就算主告诉你说 他会保护你 他的使者会保护你 你也不应该 故意地去试试看 把自己放在危险当中 试探神 看神会不会来救你 所以告诉我们说 圣经你不可以 只读一个地方 或者断章取义 我们今天要看圣经 要看整本的圣经 它不能够互相的矛盾 比如说今天有些人 他们看到罗马书的第十章 罗马书的第十章 第十节 这个是很多人 他读圣经 很喜爱的一节圣经 然后他看到这一节圣经 他就认定了这一节圣经 甚至其他的圣经 部分讲什么 他说那个不重要 这一句最重要 人心里相信就可以成语 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所以他说了 你看 只要心里相信 就可以成立了 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了 所以他们就在传福音的时候 就告诉人 你看这里是这么说的 你想不想要得救 你想不想要 do you 我想啊 很简单 你跟着我念 我相信 好你得救了 你跟着我念 我相信 我相信耶稣 我承认耶稣是我 那叫什么 personal savior 各个自己的救主 好啦 你已经得救了 没事了 回去再过你的生活吧 当然我这个是比较 缩短的方式 但是 有人就是 他就抓到这一节 就说 你看这里讲 所以说 哎呀 不用什么洗礼 不用什么守安息 不用什么求圣灵 这些都不用 只要口里承认就好了 so one may say that as long as you acknowledge in your mouth and you believe then you'll be safe you don't have to go through baptism or anything else 哦 但是主耶稣怎么说 but what the lord jesus tell us 我们看马可福音 Let's turn to mark 马可福音的十六章 Mark chapter 16 十六节 chapter 16 verse 16 马可福音十六章 十六节 信而受洗的 必然得救 不信的 必被定罪 终耶稣他自己讲啊 信而受洗 信 信什么 信福音 对不对 那福音内容有什么 就有洗礼 所以信 还要受洗 必然得救 当然我们也不只是看这两节而已 我们在探讨得救的真道的时候 我们要看整本的圣经 如果你只是抓到其中的一句说 你靠着这一句 我就是要得救靠着这一句 但是其他的部分 你不去看 不愿意看 甚至跟你的这个部分 你的解释不一样的时候 你不愿意去承认 不愿意去接受 那是最后是自己的亏损 所以魔鬼 他也知道圣经里面写什么 他最喜欢人家 圣经 知道一些 但是又不是特别懂 所以很容易就会被他带偏了 似是而非的道理 所以当他讲说 你跳下去 神已经应许你了 他的使者会拖住你的脚 手会拖着你 免得你脚碰在石头上 那主耶稣知道 他的问题出在哪里 不可试探神 所以我们今天读圣经 我们不只要读 了解认识 我们还要读进去 整本的圣经 知道神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 神的本性是怎么样的 那我们常常听道理 有时候你听到一个奇怪的 你马上就会发现 这个不对劲 就好像如果今天 当然不会摸鬼 你就跳下去 试试看 你就一听 这个不对劲 可能你马上讲不出 到底哪里不对劲 但是你应该一听 你就会知道不对劲 希望是这样子 如果你常常注意道理 但是如果你没有常常注意道理 可能你就讲 对啊 我就跳下去 看神是不是真的 那你就上当了 那第三个 第八节 四章的八节 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 将世上万国与万国的荣华 都指给他看 对他说 你若腐败我 我就把这一切赐给你 哇 魔鬼吧 把带主耶稣上来 做最高的山 把万国的荣华 指给他看 你只要败我 我就把这一切赐给你 这一件本身就是不对的事情 就是说这一件事情 要拜魔鬼这个事情 本身就是不对的 很清楚是不对的 跟前面那两个 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这个比较清楚 他绝对是错误的 因为圣经说 当拜主你的神 但要侍奉他 对我们来说 这个是 最容易分辨说 它是错的 但是有时候 对我们来说 这却是最容易 掉进去的 你明明知道 它是错的 但是你会很想要去做它 因为他好像要给你的 实在是太好了 太多了 但是其实 魔鬼能够给你什么 他给你 骗你而已 他只能够骗你 他能够骗你而已 我们最近在读路加福音 我们看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 二十二章的第三节 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 加略人犹大的心 他本事是 二门徒里的一个 第四节 他去和祭司长 并守殿官商量 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 第五节 他们欢喜 就约定给他银子 第六节 他应允了 就找机会 要趁众人不在眼前的时候 把耶稣交给他们 犹大他知不知道 背叛主耶稣是不对的 他当然知道 这个是不好的事情 但是为什么他去做了 在这边正经介绍说 是撒旦入了他的心 这是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 犹大他自己贪心 他想要得到钱财 他自己跑去 找这个祭司长 守殿官商量 他们也快乐 那我们约定好一个钱 大概是一年的薪水 普通人工作 打工的人一年的薪水 他可能想说 如果这些人要抓主耶稣 早晚都会抓 不差我一个 给他们通风报信 只是早晚的问题 那我如果出卖的话 我还可以得到 这三十两银子 他可能已经开始在想了 我这三十两银子 可以拿去做什么 我要买一座田 买一块地 可能比如说 或者买一个 小小的葡萄园 我可以做这个 可以做那个 我可以盖栋房子 我可以住在这边 我可以很快乐 他有没有拿到这个钱 有啊 但是他这个钱 后来买了什么 后来这个钱 买了一块地 刚好给他做他的坟地 这个跟他想象的是不一样的 我在想他不会想说 我拿到三十块钱 三十块银子 我可以去买一块地 我就买在那边 他不觉得 他应该那时候 不是这样子想的 我觉得好像魔鬼在这边 跟主耶稣讲得很好听 你就一拜我就好了 你就做这个事情 我这荣华富贵 全部都给你了 你如果真的信他 你就被骗了 我们看雅各书 雅各书的第一章 一章的十六节 十六节 亚各书一章第十六节 我亲爱的弟兄们 不要看错了 不要被骗了 英文是说不要被骗了 对不对 不要看错 第十七节 各样美善的恩赐 和各样全备的赏赐 都是从上头来的 在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在他并没有改变 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只要这个是好的东西 它是从哪里来的 从神来的 好像阳光 好像雨水 好像生命 好像这些 世上美好的事 这些不是魔鬼给你的 是神给你的 你不要看错了 以为从别的地方来的 这是神对我们的恩典 所以今天 魔鬼怎么样试探耶稣 他今天也是 照样的试探我们 他就是希望 你过度的 想要满足自己肉体的私欲 他就是希望 你读圣经 但是不要读得太熟悉 他就是希望 你去贪爱这个世界 所以他给你讲一个 很好听的 给你想一个很好的 但是其实那是错误的道路 那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一定要 谨行祷告 主耶稣怎么 度过这个试探 他四十天 进食祷告 主耶稣怎么 胜过这些试探 他首读圣经的话 这些魔鬼的试探 绝对有神的话 在引导我们 照亮我们 的道路 让我们不会掉到 魔鬼的试探里面 所以主耶稣已经亲自 给我们做示范 我们所要做的 就是跟随祂的脚步 必定能够胜过这些 从魔鬼来的试探 愿主祝福各位 我们唱赞美诗 一百七十六首 176